今早去到茶餐廳,有客人說現在樓市形勢不佳。 他打算將自住單位賣走,待樓市下跌才再買飯,而他想問下我的意見。 我說這是一個很難回答問題。 如果我說不好賣樓,而樓市繼續下跌,我不敢來茶餐廳吃早餐, 不過,要考慮,就是現在賣樓等於玩梳哈時偷雞,而事實上偷雞只是電影上情節。 現實是根本很少人會偷雞,或者初初玩梳哈的人才會。 今日將自住單位賣走的人,也是同一道理,他們所賣的是第一個擁有單位。 如果試過一次將自住單位賣走之後,再買飯,很少會再試第二次。 如果問那些人為何不再賣樓,他們會說個膽很小,賣了樓之後心驚膽賤,不敢再賣樓。 玩梳哈經常偷雞的人大多數會輸,只有年青賭徒才會做。 老手事偶一為之,久而久之,梳哈變成鬥大,已經被淘汰邊緣, 和賣自住單位的人一樣,已經愈來愈少這樣的人。 大家知道,買物業只要能守得住,大多數會是贏家。 大家知道, ettiaru,艦人的員工河多數會。